村头又来了一个大肚子的巨人 他来抢我们的棒棒糖和食物了 为了我们的食物 我们必须要消灭他 我们要小心他吹的气 因为我们实在是太小了 我们必须要躲在食物后边 他才吹不到我们 兄弟们冲啊 你这个可恶的巨人 你不但偷吃我们的食物 你还要伤害我的兄弟 你就等着吧 一会儿我们到终点 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嘿嘿 我们再躲一下 千万不能着急 要不就被他吹飞了 我们千万要小心 嘿嘿 兄弟们我们上 捡起地上的食物 把这个大巨人给打倒 嘿嘿 我看你还敢偷吃我们的食物吧 你给我倒下吧你 我的天儿 这怎么又来了一个女巨人 难道她是刚才那个 大肚子巨人的亲戚吗 我们不要怕 我们刚才大肚子巨人都消灭了 我们还能怕她不成 我们还是要像刚才那种方法 我们躲在食物的后边 这样她就吹不到我们 然后我们直接跑到终点 就把她给打倒 嘿嘿 来来来兄弟们 我们冲啊 马上捡起食物 直接把她打倒 我看你以后还敢过来不 嘿嘿 这就是偷吃我们食物的下场 咦吗 啊